永恒之门 第1251章 大罗圣女 作者 六界三道 是大罗先宗 圣女无遗 赵云默默开先眼 能一眼望穿对方尊容 他这一开先眼不要紧 女扮男装的大罗圣女 下意识测了谋 他有一双神眼 对特殊的眼瞳自由感应 这个人正在用先眼窥看他 他装作若无其事 体魄却蒙了一层隐晦之光 赵云一声闷哼 当场被那道光黄的俩眼 冒惊心 同样闷哼的 还有云仓子 窥看时也遭了仙光的反噬 不对啊 赵云一边背对柔眼 又一边嘀咕 哪不对呢 大罗圣女的修为不对 按云仓子所言 八百年前 那位就是先宗圣女 所以至少八百岁 可为何才是悬仙修为 能做大罗先宗圣女的人 天赋不应该不会这么差 还有两种可能 对方降了修为义 或者自封了八百年 要不咋说是天宗长教 脑瓜就是好使 他猜测的两种可能都全对 大罗圣女的确降了修为 而这八百年 也基本都在自封状态 怎跑这来了 赵云还在柔眼 堂堂一脉先宗圣女 这跑得也太远了 远一些没事 但修为就差点意思了 这若被落日神教的人撞见 圣女必死无疑 有人在找你 当心 赵云提醒了一声 也为感恩长生仙 是长生仙传了他长生诀 这恩情他得记着 长生仙虽然已不在了 但徒儿还活着 去哪溜达都好 可不能被落日神教的人抓了 他的提醒 让大罗圣女又一次策谋 他眼神有些疑惑 还藏着些许迷茫 事实上 他此刻的状态 比赵云想象的更复杂 不止降了修为 元神还出了问题 压根就不知 自个是谁 连大罗先宗也一并忘却 你是谁 大罗圣女问道 你师尊的固有 赵公子笑了笑 师尊 圣女谋中 又多了一丝迷茫 他这一副神态 看得赵公子挑眉 这姑娘 怕是脑子不正常啊 是得了 某种失忆症吗 是被人删了记忆吗 乃至连 师尊都不记得了 小子 有宝贝 赵云纳闷时 又闻云苍子言语 这老头很激动 残魂颤的贼厉害 而他所说的那件宝贝 乃货架上的一部古书 药铺卖的不止药草 还有几个货架 摆满了卷宗 有秘书功法 其他还有道的感悟 这个 是他无疑 这会是宝 被 赵公子随手拿了古卷 翻开之后顿得一愣 这是一部无字书 空白的一片 没有半个字 你小子捡到宝了 云苍子笑道 这没字啊 赵云翻来覆去的扫量 其内并非无字 是你看不到 云苍子话语悠悠 此乃道经 上中下共有九卷 是道家的无上密宗 尽心参悟才见到字 这么邪乎吗 赵云还在翻看 看过之后 他又在货架上一阵翻着 只可惜 翻遍了货架 也只有这一步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店铺老板 那老头 不会是道家的传承吧 不然怎会有道家密宗 但这也不对啊 老头是傻了吗 拿道经来卖 他多半也不知 云苍子给了个猜测 兴许吧 赵云收谋 道经赚得紧紧的 他未走 又在店铺里转来转去 搞不好还有宝物 他这游逛时 又更多人进来避难 不乏暴脾气的人 骂骂咧咧的 因为重强打群架 城中的人大多遭了殃 心情能好了才怪呢 道友 大罗圣女跟了上来 赵云盲荒引去了仙谋 就怕被谎言 还有云苍子 这会儿也是老实芭蕉的 你知道我师尊是谁 大罗圣女一声轻 仙子 你不会失忆了吧 赵云小声问道 我也不知 大罗圣女揉了眉心 状态很不正常 想要记起来 却偏偏啥也不记得 更不知为何流落到此 整个人浑浑噩噩 赵云双指并拢 放在了他眉心 大罗圣女有些抗拒 但并未躲开 亏看一番后 赵云的眉宇不由皱下了 如他所料 这姑娘不正常 记忆近乎一片空白 而且他原神之上 还藏着一股神秘力量 正是那股神秘力量作祟 才让他记忆空白 无需再问 大罗圣女这八百年 定出了啥变故 他甚至笃定 大罗仙宗那边 还不知圣女成这般 嗨嗨 云苍子咳嗽了一声 话中寓意也明显 如此明目张大的摸人家 人姑娘都脸红了 赵云收了思绪 意识到失态 又忙慌收了手 大罗圣女则满目惜迹 期望赵云能告诉他一些秘星 譬如他是谁 又来自啊 为何会变成这样 他一路的迷茫 急需一个答案 哇噬 云苍子扎唬了一声 且毫无征兆 他这会儿 怕是才反应过来 或者说 他才看出 面前这位是谁 这特么是大罗圣女吧 虽然被密法遮掩着 但看得久了 能看出端倪 试下去 赵云取了一颗丹药 此丹级别不低 对失忆之人颇有功效 大罗圣女倒也实在 对他竟毫无戒备之心 想都未想便吃了 他虽然失忆了 但不代表人就吃傻了 能看出赵云的眼中并无恶意 非但没有恶意 还潜藏着一抹担忧 而这种担忧让他倍感温暖 他也脑子有病 云苍子一声嘀咕 耶 为什么说耶呢 因为某人脑子也不正常 老头颇感新鲜 真太有意思了 长生仙的徒儿得了失忆症 而不念天的徒儿 也是一个记忆残缺的主 大罗仙宗养的都是人才 赵云没空搭理这祸 只看大罗圣女 伴着药力一点点化开 圣女多了痛苦色 赵云能清晰望见 缠绕在圣女原神上的神秘力量 又开始作祟了 把唤醒记忆的药力 又一点点的化灭 乃至一颗丹药白痴了 是落日静咒 云苍子悠悠一语 落日静咒 赵云看向了手腕残魂 落日静咒乃落日 神教咒法之一 是落日老祖 开创于千年前 云苍子解释道 此静咒无甚杀伤力 却能如一道烙印 捐刻原神中 能滋扰心境 能抹出人记忆 日子久了 还会被操控 可有破咒之法 赵公子忙慌问道 树老夫无能为力 云苍子一声干咳 赵云未多问 又看大罗圣女 那可丹药白痴了 记忆自恢复不了 既是邪恶静咒 肯定要实无力 得找个大神通者 帮其解咒印 又来了 云苍子小声道 说吧 他就小心翼翼地 脸去了魂力 赵云下意识地侧谋 望向了店铺的入口处 能见三道人影走进来 正是那三个落日神教的人 两个金袍老者 外加一个金袍青年 三人皆谋光如炬 近来便还事在场的人 无需询问 便知他们 在找大罗先宗的圣女 赵公子手脚麻溜 不等对方看来 便拉着大罗圣女 去了店铺深处 还给欺蒙了一件黑袍 索性店铺最后大 一时半会察觉不了 是这没错 第一金袍老者 取了一个罗盘 割那一阵拨弄 二 这是个奇异的罗盘 可定位追踪 找人贼好使 拿走 三人凭罗盘定位 追向了店铺深处 奈何 他们道高一尺 赵公子那啥一丈 一给大罗圣女浑身上下 都涂满了诡异的石粉 以此来隔绝活人气 直接塞入永恒界 嗯 三个人找着找着 幽默地停了 就在前一瞬 对方气息凭空消失 这就怪了 那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还是说 对方也有察觉顿走了 这可能性很小 因为罗盘时刻在定位 即便跑了 也会有诡计 也便是说 对方还在这个店铺 保不齐是一种遮掩之法 找 第一金袍老者冷翅 真就挨得的查 另外两位自也不闲着 查的那个仔细 他们未寻到大罗先宗圣女 却是逮住一头姓赵的 正哥那瞎溜达 被三人集体锁定 也被三人集体认出 是先前遇见的那个人 的确是特殊的血脉 三人都下了定论 只可惜 这小辈未透露本源 不知是哪个传承 但无论是哪个 他们都要定了 拉回去一锅盾了 跟我走 第一金袍老者淡淡道 不是商量 而是命令 另外两位则堵在了两方 咋看都像是三个混混 堵了一个好学生 杂杂呼呼的 给人索要保护费 而且回家 还不能跟自家大人说 去哪 赵公子问道 去了便知 三人接道 我不去 赵云当即摇头 由不得你 第一金袍老者叹了大手 赵公子早有预料 提前一步顿开 而且还推翻了一排的货架 造了个大动静 是做给店铺老板看的 丑见没 有人在你厂子闹事 妈呢 本在看人干账的花甲老人 回眸看向了店铺 入目所见的 便是三个老混混 在欺负小学生 要说那个小学生 真是属耗子的 那小腿脚不是一般的麻溜 而且走哪 都是个大动静 把他店铺的一排排货架 推翻了一个又一个 货架上的材料散落一地 玉瓶落地声 真个清脆响亮 哪跑 前辈救我 都给老夫把手 滚 哎呀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2章 圣主信武 作者 六界三道 月下的古城 混乱不堪 不知多少人参战 群架越干越大 好好一座城 因战火 变得废墟狼藉 碰 哐荡 dun 外界干得如火如荼 某个店铺动静也不小 自外去听 铺中 全是叮铃光当的声响 好似有一伙强盗入室盗窃 在房中一阵乱翻乱砸 乃至茶壶酒杯 锅碗瓢盆 碎了一地 很快 嘈杂声烟灭 有那么四个人才 被揍了 也被绑了 嗯 也就是赵公子和落日神教的三个人 是花甲老人发威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们撂倒了 眼拙了 竟是一尊仙王 赵云脑瓜晕乎 云苍子也好不到哪去 还真是 走哪都有卧虎藏龙之辈 鬼晓得一个药材铺的老板 竟是一尊货真价实的道虚敬 难怪城内干长 这个老家伙有恃无恐 而且还揣着手 以着门框悠闲的欣赏大戏 仍有嚣张的资本 他竟是一尊仙王 同样震惊的 还有落日神教的三个人才 他们是措手不及啊 所以才被捶得猝不及防 看店中的客人 基本都嘴巴微张 连抱脾气的那几位也都老实了 方才一幕 他们看得真切 三尊太虚敬 和一尊玄仙被轻松撂倒 前辈 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第一金袍老者忙慌道 终是放下了高姿态 虽然这只是一尊小仙王 但也不是他们能惹的 方才 你是不是骂老夫来着 花甲老人从袖中摸出了一把杀猪刀 用抹布擦拉擦去 刀是赠光瓦亮的 看得三人那个透心凉 这是要灭他们 乔赵公子也是一阵尿急 他只想把动静搞大 完了再趁机溜走 谁曾想这个老头 竟是一尊仙王 差点把他给打散架了 是我等鲁莽 还望前辈恕罪 落日神叫三人诱道 耸得不能再耸 花甲老人全当没听见 还在擦杀猪刀 相比这三位 他更好奇这个玄仙境小子 这貌似是一个特殊血脉 以他仙王眼界 竟是看不出传承 只知此货气血异常的精纯 他这一看 看得赵公子 浑身凉发嗖嗖 错过了这老头的修为 今日怕是有一劫 看云仓子 貌似比赵公子更耸 他才刚从远古禁区 捡回了一条命 煎熬了八百年 终 是重见天日 可不想再回家途中 折在这里 前辈 还望给落日神叫一个薄面 第一金袍老者作证一分 搬后台吓唬人 花甲老人听了挑眉 上下扫量了一番这三人 功法很是奇异 体魄恍似藏着一轮炙热的太阳 若未看错 他们所修该是落日仙境 所损坏的财物 我落日神叫三倍赔偿 见花甲老人满目深邃 第一金袍老者又说道 他的姿态已放得足够低 此刻啥都没保命实在 花甲老人的煞气消散了一分 也终是放了杀猪刀 落日神叫吗 可不是好惹的 同样的是先王 落日先王能一掌 把他打残废 如此 面子还是要给的 他俯手解了三人封印 算是应允了对方条件 第一金袍老者 盲荒拿了储物袋 真就三倍赔偿 能用钱解决的是 那都不叫事 他落日神叫的名头 在偏远星域 也一样好使 哪凉快哪待着去 花甲老人淡淡道 好说 三人呵呵一笑 扭头窜得没影 他们并未走远 找了一个隐秘之地 藏匿了起来 落日神叫的钱 可不能白花 得把那特殊血脉抓了 说到特殊血脉 赵公子还搁那绑着呢 而花甲老人 这拎着杀猪刀 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方才那三位有后台 这个小辈应该没有 我也三倍赔偿 赵云笑呵呵道 无不缺钱 花甲老人又擦杀猪刀 这话寓意很明显 老夫要给你放点血 赵公子深吸了一口气 我师尊乃不念天 搬后台谁不会啊 大罗先宗的名头 应该也不弱 花甲老人听了又挑眉 他知道落日神叫 哪能不知大罗先宗 乃洪荒大陆的一个庞然大物 论底蕴和根基 丝毫不若那落日神叫 至于不念天 那娘们可不好惹 整个洪荒大陆都知道 当老夫是三岁小孩 花甲老人笑看赵公子 晚辈有信物 赵云也作证了 说得一本正经 那来瞧瞧 花甲老人又轻拂手 解了赵云封印 赵公子倒是想开溜 想想还是打消了这念头 这可是一尊仙王级 想在他眼皮底下顿走 可能性很小 搞不好还会被一掌灭了 既是不开顿 那就取信物 所谓信物 便是那墨玉班旨 此乃长生仙之物 该是来头很不小 不然也不会托他带给不念天 至于能否唬住这位 那就不好说了 万一这货不认得此物呢 墨天班旨 云苍子一生惊异 这物件他见过的 乃大罗先宗的至宝 有资格带此班旨的人 只有大罗先宗圣主 是他眼拙了吗 此货真是不念天的真传图 对 肯定是 墨天班旨 就是最好的证明 也便是说 这小子没有骗他 怕是真遭了变故 乃至被删了记忆 这才不计得孟先 不认得大罗圣女 这一切都好似能说通了 就这 花甲老人接过了班旨 上下扫量 云苍子认得 不代表他也认得此物 这是我师伯传我的 赵云意味深长道 你师伯是哪位 花甲老人一边看一边问 长生仙 赵云说这话时 腰板挺得贼笔直 寥寥的三个字 让花甲老人的神态 变得很不自然 长生仙他知道 不只知道 很多年还被长生仙修理过 那时候他还不是仙王 我师伯的脾气 可不怎么好 他很疼我 见不得别人欺负我 赵公子已盘了腿 割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但 谎话也架不住这货眼级高 说得跟真的似的 无非就是吓唬这老头 你可悠着点 小心惹祸上身 花甲老人半信半疑 因为他的确不认得这班纸 真是长生仙之物 他好歹是一尊仙王级 若被小辈给忽悠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于是乎 他决定找个人问问 说找就找 他一手探向了大街 完事 便见一人被他拎入了店铺 正是第一经袍牢者 还在外面猫着呢 这一不留神 又被拽了进来 谁让这货是一尊仙王呢 所师神通夺天造化 他躲都躲不开 可认得此物 花甲老人亮了班纸 墨天班纸 第一经袍 老者顿的一经 连云仓子都认得这个物件 身为大罗先宗的仇家 乃会不知道 正应知道他才经意 此班纸已消失多年 怎会现身在这店铺 此物是何来历 花甲老人 随口问了一句 大罗先宗的圣主信物 第一经袍老者说道 这话一出 花甲老人没咋拿稳班纸 险些掉在地上 他看赵云的眼神 也变得不咋样了 这货会是大罗先宗的圣主 大罗先宗脑子进水了 大罗先宗没人了 找个小玄仙做长教 大罗先宗的 圣主信物 赵公子心中也惊异 没料到班纸的来历这么大 他懵懂无知 但在场的人 却因此物大起波澜 先说金袍老者 双目以极尽微秘 他是奉命捉拿大罗神女的 竟撞上大罗先宗圣物 再说花甲老人 此刻看赵公子的那个小眼神 都和善了不少 他惹不起落日神教 自也惹不起大罗先宗 更遑论 这个小子 还是大罗先宗的当代圣主 小玄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其身份 长教代表的 是整个大罗先宗 敢对这小后辈不利 跑来 找他喝茶聊天的 可不只是不念天 你 可以走了 花甲老人 又将班纸 还给了赵云 还过之后 他才察觉不妥 因为落日神教的人 还在场呢 他这举动不打紧 瞬间把这个小玄仙 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试想 大罗圣主若因他葬身 整个大罗先宗 怕是会不死不休 晚辈告辞 不等花甲老人 有所言语 第一金袍人 便率先退场 说退不确切 那应该是撒腿开溜 大罗先宗圣主 是何等存在 身份又是何等的尊贵 若说这小子 是一人跑出来溜达的 鬼都不信 定然有不少 强大的护卫 而且绝非太虚敬 至少得两尊准先王 所以 他们还是早走为好 看花甲老人 笑都笑得不自然了 这小辈的身份 已经确定 他的护卫多半在附近 这若跑来找他聊 即便是准先王 他也吃不消的 因为大罗先宗的人 都很抗奏 晚辈告辞 赵云拿了墨天班纸 也转身没影 他哪来什么护卫 充其量不过两尊 先王傀儡 趁着班纸威慑还在 早开溜方位上策 而且还不能太招摇 省得被落日神叫盯上 事实上 他已经被盯上了 因为店铺中 还有不少看客 等着吧 这事儿不久 便会被传开 届时 来找他的 可不只是大罗先宗的人 定还有大罗先宗的仇家 就譬如落日神叫 若他的样貌被传回去 多半惊动落日先王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3章 消息走漏 作者 六介三道 这事儿 办得有瑕疵 赵公子顿走时 还在一个劲儿拍脑门 难怪当年 长生先千叮咛万嘱咐 不得将班指示人 原是这个寓意 大罗先宗的圣主信物 哪能随便拿给人看 那是没事找刺激 是他大意了 这刺激 找的是真刺激 他得尽快把班指送回去 哄 碰 待他顿出很远 依旧能听见城中的轰鸣 打群架的一众老辈 怕是真要不死不休了 关张 花甲老人再没心情看戏 把客人都赶出了店铺 而他 也连夜卷铺该走人了 只因他参与了一场 不该参与的恩怨 落日神叫和大罗先宗 可是敌对势力 任何一方都可能来找他 本来这事儿没这么大 偏偏整出一个大罗圣主 设计一脉 传承的当代长教 那就不是闹着玩了 啥 大罗先宗的圣主 啥 大罗圣主是个小玄仙 千真万确 墨天班旨在他手中 真如赵公子所料 某些事儿如生了翅膀 在一夜之间飘向了四方 好事之人皆装备精良 说胡话怕是没人信 都配有记忆精实 所谓记忆精实 刻录的都是店铺中的所见所闻 有当日画面为证 怀疑之声瞬间被精益浪潮淹没 没人想得通 传承久远的大罗先宗 竟是找了一个小玄仙做长教 即便是先宗再没落 也不会那般不堪吧 咋排都排不上玄仙 抓活的 拿回墨天班旨 如这话语也在颇多事里响起 一如赵云所遇见 大罗先宗的仇家们 已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谁让墨天班旨在他这呢 乃至世人都把这个玄仙 当成了大罗 圣主 此番去洪荒的遥远路途 怕不会平静了 半道定会有人来堵杀 把他带回来 不 我亲自去 宁静的夜 大罗先宗 也有话语响彻 也是宁静的夜 有一道倩影 踏天而出 那是不念天 也是大罗先宗 如今的代长教 或真价实的先王巅峰 若是机缘足够 他有望风味神明 最不济 也能是一尊半神 若赵云在此 见他定会惊愣 因为他是个熟人 很美很浪漫 这边 赵公子又到一片新的心域 看一眼星空图 距洪荒还很远 星空阵毕竟传送有限 若是用玉门的话 会极大的缩短时间 小子 你可有成亲 云苍子呵呵一笑 完了 他才补上了后半句 老夫有个小孙女 长得可水炼 赵云一边看星空图 一边随口问道 姿色不弱你家圣女 云苍子说着 还传出了一幅虚幻的画像 正是他家的宝贝小孙女 他也的确没骗人 生得是荣年绝世 不错 赵云见之笑得乐开怀 云苍子见了更开怀 回头介绍介绍 若大罗圣主做他家女婿 辈儿有面子的 事实上 赵云不是在给 自个挑媳妇 而是给他千秋成的光棍们 如模子啊 灵蝎啊 蛮疼啊 拉过来随便选 准有看上的 还不知你的名讳 云苍子笑着问道 我叫赵子龙 赵公子随手寄出了阵台 子龙啊 爷爷 我得说你两句了 别啥事 都藏着掖着 于老 浮寥寥 咱又不是外人 日后还会亲上家亲 云苍子如成一个画牢 一言皆一语不带停 主要是他说话的语气 与先前大不相同 俨然就像一个爷爷 在给孙女婿讲大道理 赵公子听得一脸莫名 这老头 今日怕是没睡醒啊 不过云苍子所说的 貌似没毛病 若是他的孙女 做了千秋成而习 可不就是亲上家亲吗 这么一个小白菜 必须得千秋成来拱 嗡 两人正说时 突闻永恒戒翁的一颤 不等赵云低谋看 便见大罗圣女被扔出来 这什么个情况 赵云抬手接下大罗圣女 而后 便见他被震翻了出去 是大罗圣女 体内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这一瞬间复苏 正是这一股可怕的力量 震得他大口可血 待站稳 他才知此变故的端倪 是圣女一变 在沉睡中破了他的封印 同样被破的还有石粉 没有石粉隔绝活人气 可不就被扔出来了 永恒戒油盐不尽 除了他这永恒血脉 其他活物见谁都会扔 大罗圣女低音声不断 在镇台通道中跌跌撞撞 他神色痛苦 眼角还有鲜血躺翼 神眼时而显化 赵云看得双目微眯 是落日静皱在作祟 在侵蚀大罗圣女的心境 乃至他神智 都变得略显浑恶 所谓的一变 就是这般造成的 快将他封印 云仓子当即到 无需他说 赵云也已开了封镜的秘法 那是一道虚幻的大幅 从天压在了圣女身上 有古老的密纹流转 一道接一道地刻入他体内 封了他的体魄也禁锢 了他的元神 赵云见之 又拎出了一麻袋的石粉 然 他这方才上前 圣女便破了封印 他是敢得太巧 一步流神第二次被阵翻 那股神秘力量很恐怖 超越了洞虚境 也不知是他自己的 还是被外人封入体内的 封 赵云单手掐绝 数十道大幅 从天而降 这次还多了符文链条 锁了圣女手与脚 可这 在神秘力量面前 依旧不怎么够看 不过一瞬便被破了封 而且那股力量 也变得狂暴异常 朕的阵台通道 都嗡嗡直颤 逼我动墙 赵公子心念一动 找出了好天好雨 还是两尊仙王傀儡好使 一左一右地架住了 大罗圣女的一条玉璧 任他仙气澎湃 任他力量汹涌 也争不开两仙王傀儡的智骨 戒 赵云秀中飞出了一片光 是一大片的封印符 鉴于圣女很不老实 他前前后后 足贴了上百道 至此 圣女摇摇晃晃地倒下 在地音中沉入梦乡 神色依旧痛苦 特别是眼角 总有一缕鲜血躺意 神眼的同力 也是暴虐不堪 多贴给贴几道 他还会再一遍 云仓子提醒道 落日静咒真邪乎 赵云珍就是拿着一答 符咒在贴 贴着贴着 他在圣女身上 察觉了一道 隐晦的古老印记 那是追踪印记 藏得很隐秘 若非他有鲜眼 也无法察觉 难怪落日神教 长那么准 赵云想都未想 直接破灭印记 做完这些 他才给圣女身上 涂了石粉 隔绝生气 塞入了永恒界 这只是权益之策 想要破灭诡异的静咒 还得找个大神通者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4章 涅槃星 作者 六界三道 星空 赵云走出了镇台 朝远方去看 目所能及之地 乃一团婴儿 拳头大小的光 那是一颗星辰 星空图上有标注 是为涅槃古星 相传 古老时代 这颗古星 曾有一尊先王涅槃成神 后世称之为涅槃古神 此星之名 也是因此而来 至于是否真有其事 无从考证 因为岁月太久远 保不其是后人杜撰的 无论真与假 此古星都出其得有名 那也算修炼圣地吧 赵云拎出了酒壶 徒有其名 云苍子许事刚睡醒 语气颇慵懒 徒有其名 怎么说 赵云好奇道 涅槃星的星辰之缘 早在八千年前 便已开始衰败 云苍子话语悠悠 星辰之缘 类似我等之本源 乃古星之根本 常年累月的流逝消散 自惹乾坤大变 最直观的表现 便是其上的天地伶俐 逐渐变得稀薄 如花草树木这些 非但不生长 反而还枯萎 八千年岁月太久 涅槃星 也只剩辉煌时代的一抹余辉 那还真是遗憾了 赵云一生唏嘘 再给大罗圣女 加几道封印 云苍子提醒道 赵云揣起了酒壶 翻手便是一打符咒 又给圣女加封印 这一路 他基本都是这么干的 星空浩瀚无疆 险见人影 圣女亦便被丢出永恒界 也仅他一人知晓 但若进了古星 入了人影聚集地 他再被丢出来 那就热闹了 未雨绸缪 以免少些乱子 加些封印 还是很有必要的 小子 你当真没有护卫 云苍子残魂颤了一下 我记忆被删了 有没有我也不记得 赵公子又诃人 偏偏 云苍子还就信了 赌定大罗圣主 出来溜达时 是有护卫的 且至少两尊准先王 之所以不见他们 多半是半岛遭了啥变故 乃至与自家长辈失散了 还有大罗圣女 定也是这等遭遇 要说这俩也是不安分 如此混乱的世道 没事跑出来瞎逛什么 出来一趟不要紧 都得了失忆症 且圣女自身还患了一遍 得亏你出来瞎溜达了 云苍子一声嘀咕 若没撞见这个小子 他此刻还在远古禁区困着呢 不出意外 最后一丝残魂 也会被耗灭 目着星辉 照云入了涅槃星 还真如云苍子所言 此星的天地灵气 异常的稀薄 还有树木植被 也都颇显灵气匮乏 一眼望过去 还蒙着一层荒凉枯寂的意味 完全配不上涅槃星的圣名 等待这颗古星的结局 不难猜测 多年之后 定会活成一颗死寂古星 八百年了 果是大变样了 云苍子一声怅然 看样子 他当年曾来过这里 与他记忆中的涅槃星 怕已大不相同 因为此星的星辰之园 时刻都在衰败 赵云握着地图 踏天而行 按地图指示 据此地五百里外 有一座浩大古城 城中有星空阵 不消片刻 赵云便寻到了那座城 然 地图上标注的城池 现实中却一派枯凉 说是一座死城也不为过 因为大半个城墙 都已掩埋在黄沙之下 莫说人影 连一只鸟都瞧不见 不晓得星空阵可还在 赵云说着 缓步走入了古城 城中倒是房屋 也有宽敞的长街 却渺无人烟 到处都蒙着灰尘 透满了沧桑之气 怕是在很多年前 城中的人便已宜居他乡 有人吗 赵云呼唤了一声 两久都不见有人回应 倒是几间房屋 因撑不住阴波和岁月的青石风化 迎着黄沙轰然倒塌 看得云苍子那个感慨万分 当年他来时 此城还很繁华 相比往昔 如今哪还有半点烟火气 赵云走走停停 来到了城中心 那里摆着一座祭坛 却是不见星空阵 想想也对 人都走没了 星空阵自也会搬走 哎 赵云留下一探 转身便要走 就在此时 他隐约听到 不远处传来沙沙之声 有人 赵云心中说着 直奔那方 待穿越两条街巷 才见一个老人 头发花白斑驳 仓墓老太 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 坐在老树下安静的刻木雕 说 那是一棵老树 倒不如 说是一棵枯树 因为树上没有半个叶片 整个光秃秃的 凡人 这是赵云看见老者之后 第一感觉下的定论 不止他 云沧子也这般认为 嗅不到先例波动 两人不知对方明慧 但称其枯树老人 应该没毛病 说话间 赵公子一走道 并未言语 只上下扫量着枯树老人 确定是一个凡人 无先例波动 亦无灵气的长阳 只是一个普通人 正因是一个普通人 他才诧异 这座鸟不拉屎的古城 竟有凡人 年轻人 从哪方而来 枯树老人慈祥一笑 那是一个 很遥远的地方 赵云笑着坐下了 该是一路风尘仆仆 枯树老人未抬头 只安静静地刻着木雕 且刻功惊绝 一刀一顿 将这块人形的木雕 刻得栩栩如生 老人家 你住在这座古城 赵云小声问了一句 世代皆在此 不愿离故乡太远 枯树老人笑得温和 赵云听得心中了然 人老了 更愿落叶归根 这该是此老者的夙愿 倘若有一天 他也游进灯窟 也会想葬在那座 名为旺谷的城 这边 老人已收了木雕 完事 他又从树上 舌了一根树干 相逢 即是有缘 枯树老人词核一笑 又拿起了老旧的刻刀 这回刻的是赵云 寓意也明显 要送一块木雕 给这个有缘人 赵云没有拒绝 坐在那安静地等待 等待时 他也不忘亏看 主要还是怀疑 看了好几次 他都未从老人身上 寻到半点灵气 也便是说这老者真是一个凡人 与修士毫不沾边 越是如此 他就越是奇怪 是凡人无疑 云仓子传音道 真个奇怪的凡人 赵云难难道 不久 枯树老人放了刻刀 扶去了腿上的木屑 将木雕给了赵云 刻得为妙为俏 只小小一块木雕 把某人演绎的是活灵活现 多谢前辈 赵公子盲荒接下 老朽有些眷了 枯树老人起了身 在赵云目送下 他是一步步的渐行渐远 赵云看得心神恍惚 因为他从枯树老人的身上 寻到了古老之气 有多古老呢 就像是一尊老神明 在逆着一条岁月长河而行 看着看着 便不见了枯树老人的踪影 赵云有些惊愣 云仓子的残魂也在颤动 那么一个大活人 且还是一个无灵气的凡人 竟能避过他们视线 上一瞬还在那走 这一秒 干脆就人间蒸发了 说不出的诡异 奇怪 赵云一声嘀咕 终是转身离去 至于那块小木雕 他会好好珍藏 红尘仙 苍凉的古城中 有这么一声南语 是那个枯树老人 不知哪寻的一个扫帚 一个人安静静地扫黄纱 身侧还摆着一盏古灯 燃的是紫色的火苗 狂风竟无法吹灭 嗖 赵云如一道金色的金红 划过浩瀚天宵 他是握着地图 一路飞一路走 他需要星空阵 所以 还得寻找古城 可这一路所见 大多都是荒凉 星辰之源匮乏 有很多沙漠 这一走 便是九个昼夜轮转 这九日间 他寻到了太多的古城 奈何 城池大多破败 有不少都被黄沙掩埋了 即便有人烟 也都是凡人 修士自然也有 但修为最高只悬仙境 且是寿源无多 云苍子没了睡意 路上感慨唏嘘声不断 昔日九复盛名的涅槃星 如今竟这般不堪 没有星辰之源 便是没有天地灵气 修士自也寻不到修炼的补给 这才是搬家的主要原因 谁愿在一个平级之地 渐渐地退化 又是星辰漫天夜 赵云又寻得一座古城 这座古城 比先前那些都要庞大 自带恢弘磅礴之势 且整个古城 都笼罩着一层隐晦而悬翼的光 有仙力徜徉 更有异象演化 这是一座修士古城 这座古城 还异常繁华 见多了贫瘠 乍见光彩流逸 赵云只觉耳目一星 星辰之源匮乏 不代表就无灵力 这涅槃古星中 还是有不少修炼的宝地的 而面前这座城 就是其中之一 看城门牌匾 用的也是涅槃二字 纵事业 涅槃古城 也一样热闹非凡 皇天不负有心人 赵云拍了拍尖头的灰尘 直奔了城中心 城中有星空阵 但大阵前 却是有不少人守着 那是清一色的修士 如似在筛查通缉犯 逢有人上前 都会被他们挨着个的搜查 落日神教 赵云看得眉宇微皱 看得出那些人的来历 既是落日神教 那今日这一出 他就毫不意外了 说是找通缉犯 倒不如 说找大罗的圣主 谁让这片星空 就指这一颗古星吗 有准先王 云苍子小声道 看出来了 赵云眸光一瞬闪着 城中隐晦气息颇多 星空阵前就有一个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强者 鬼晓得私下还有多少 落日神教大魄力 为了抓他 竟搞出这般大阵仗 怕是真要把他扼杀在半道上 非常抱歉 今天一张 全家隔离期满 刚回到家 疫情期间 大家注意防护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5章 大冒险 作者 六介三道 耶 涅槃古城 赵公子寻了一个茶馆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从这 能清晰望见星空阵 奈何静在咫尺 却有好几座大山挡着 落日神教的强者 多个鼎哥的静夜 无论悬仙还是太虚静 入阵之前 都要接受盘查 世人自视不爽 但也不敢发作 绕道吧 安全 云苍子悠悠道 那得绕到猴年马月 赵云深吸一口气 他看过星空图 这片星域 指着一颗生灵古星 也指这颗古星上有星空阵 真要靠角力飞行 亦或凭阵台传送 起码得几百年才出得去 几百年岁月 黄花菜都凉了 赶靠近 食死无生 云苍子 一语深沉 如今这局面 他看得再透彻不过 落日神教不止不傻 还很鸡贼 知道这片星域指着一颗古星 有星空大阵 这才再次设关卡 这得动动脑子 赵云端起了茶杯 一脸的沉吟 他虽势单力薄 但也并非无优势 他的优势 便是他在暗处 而对方 也并不知他是永恒仙体 这个优势得好好利用 相比几百年 才能出这片星域 他更愿意冒险 这般想着 他看了一眼天色 在凌晨之前过去 貌似最合适 因为越过凌晨 他还能再进一次永恒剑 此乃未雨绸缪 所以说 时间得把握好 天色还早 他需提前做个准备 所谓的准备 便是兵法上说的 声东击西 半杯茶下渡 他默默运转了太出天雷诀 哄 功法一经运转 天穷电闪雷鸣 许是雷声来得太突兀 城中人都被惊得一击灵 包括落日神教的强者 也都齐齐抬了谋 好端端的 咋就打雷了呢 而且 这貌似 不是普通的雷 雷中竟潜藏着天威 乍一看 还以为谁杜劫呢 好 万众瞩目下 雷电极精汇聚 在东方聚成了一头苍龙 世人看得一阵惊愣 这啥个情况 雷电咋还变了形态呢 还未完 苍龙之后 西方演出了白虎 南北方则是朱雀和玄武 世人眼神更奇怪 空中那四个大家伙 妥妥的四大神兽的阵容 好 四神兽之后 便是圣兽麒麟 许是赵公子格外青睐麒麟的形态 他凝恋的雷霆麒麟的个头 比四大神兽都大 一边咆哮 一边漫天撒欢 嘶吼声 震战了四海八荒 自然一象 亦获人为操控 所有人都在仰着头看 难以解释这一幕 也没人为他们解释 那个一路遭雷劈过来的人才 此刻格外敬业 如似变戏法 将神兽和圣兽的形态 用雷电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是太初天雷诀 缠在赵云手腕上的云仓子残魂 颤了三两下 世人不知啥情况 他这却门青 是这小子在引雷 而且他所用 还是雷神一脉的神通 可凭空引雷电 不只能淬炼体魄 还能用来攻法 是一个很实用的秘法 他很意外 此或是哪学来的太初天雷诀 要知道 此法是雷神一脉的不传之秘 还有 这雷电很奇怪 为何潜藏天威 又一次 他被这个玄仙级的小辈惊到了 给你们来点新鲜的 赵云揣起了手 表面跟没事人似的 私下去把太初天雷诀 运用到了极致 他口中的新鲜 还的确新鲜 看天穷 四大神兽和一大圣兽敬干起来了 四尊神兽竟在围攻麒麟圣兽 配合雷电和天威 打的是天地动荡 肆虐的雷电 漫天飞舞 这 看客们都张了张嘴 神兽竟与圣兽干长 真特么千古奇景 热闹了 整个古城都热闹了 有一个算一个 都在看神兽圣兽干长 包括落日神教的人 也都成了忠实的看客 莫说太虚和洞虚静 连几尊准先王 都神色奇怪 这场雷电 明里暗里透着诡异 真有意思 出过神明的古星果然不一般 下方人影扎堆 也是议论纷纷 连踏入星空阵的人都折返了回来 人手一块记忆金石 这大场面不常见 总得留一个纪念 瞧这边 赵云已出了小茶馆 他已变了形态 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事实上 他便啥都无所谓 世人都在看天穷 没人搭理他 赵公子一瞬细精附体 也变成了看客 揣着手仰着头看大戏 一边看还一边挪动着脚步 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一点点靠近星空阵 只要距离足够 一个顺身就能窜进去 只要他速度足够快 该人无人会察觉 当然 在此之前 他会把场面搞混乱一些 你悠着点 云苍子有点 而怂了 在场的落日神教强者太多 一旦暴露身份 那就是死的下场 赵云未答话 还在人群中极 因神兽胜兽干账 城中兴这片天地 已是人影乌央 加之大戏精彩 还真没人关注他这个糟老头子 差不多了 行至人群的一处 赵云稳稳定身 这个距离 在他鲜眼顺身的范围内 乔星空阵两侧 落日神教的强者 也都在看天空 那时越看越郁闷 颇想找个老前辈问问 如今这一幕 是啥个情况 编戏法吗 不排除有人在暗中操控 我听说 雷神一脉 有一种引雷之法 引雷之法是玄傲 但没有潜藏天威一说啊 现场人潮如海 也是声音嘈杂 老辈们多双目微眯 在暗自沉吟 雷电他们见过不少 但非天节 却有天威的雷 还是头一回见 再说 那神兽和圣兽 也是透着一股子诡异 若说这一幕 不是人为操纵 那才是邪门了 打 赵云心中一刺 又欲动雷电 言出法随 漫天雷电 竟如雨降下 我操 看戏的世人 有不少抱了粗口 以为是雷中大戏 鬼晓得还朝下批 还有雷中的神兽和圣兽 也是直奔古城而来 他们都潜藏着天威 先天自带一种可怕的威慑 让人不觉以为 那真是一场天节 对 不抗奏的人 都在四散逃窜 执底蕴雄厚的老家伙们 眼神奇怪地看天穹 雷电虽吓人 虽潜藏一抹天威 却是伤不到他们 看 我让你们看 赵公子心中一声渣唬 完事 便见他使出了光明声 但耀眼的光芒 不是在他体魄绽放 而是加持在了漫天雷霆 和神兽圣兽身上 整个天穹都光芒万丈 嗯 太多人被晃了眼 也包括老家伙们 光明深不可怕 可怕是雷光中潜藏天威 如此光芒 是何其黄眼 纵是准先王的强者 在毫无防备下看了 也是俩眼冒惊心 就是现在 赵公子眸光闪射 瞄准了星空阵 仙眼顺身施展 大活人如凭空蒸发 他在现身 已是星空阵的空间通道中 该是他速度太快 也或现场太混乱 竟是无一人察觉 半数以上 都在埋 折头柔眼 剩下的不到五成 则用本源先例滋养眼眸 待双目成清明 漫天雷电已不见 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这也太邪乎了 牛逼啊 星空阵的通道中 云仓子唏嘘不已 他是见证者 自始至终都看得清楚明了 真太低估这个小玄仙了 不止通晓太初天雷诀 竟还能将那光明之法 融到雷电之中 而最让他心惊的 还是此货的缜密的心思 唐有那么一丝偏差 都不可能是 如今这局面 胆大星系 赶在鬼门关前瞎溜达的后背 着实不多见了 还真是 能做大罗先宗的圣主 果然非一般角色 他今日着实开眼了 呼 赵公子松了一口气 玩了命的开顿 得赶快走 对方时刻 都可能关了星空阵 太初天雷诀 谁传你的 云仓子好奇地问道 我师尊 赵云随口回了一句 拎着酒壶一通冷冠 云仓子听了诧异 却不怎么相信 但 赵云说的是实话 此法的确是他师尊传的 只不过 这里的师尊 是指月神 这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已逃出来了 通道的尽头 必还有人盘查 云仓子说道 无须他说 赵云也心知肚明 星空阵的入口有人盘查 在出口处 哪能没有 落日神教的人堵着 此乃双重保险 省得漏网之鱼 对此 他也早有计较 再快到尽头时 把通道打个祸口 从祸口顿出 如此 便可不从尽头出去 无非遭一场空间割裂 相比被人堵纳 在空间裂缝中 吃点苦头 也是很有必要的 至少不会丢命 嗯 正走时 赵云突厥背后凉方一阵 带回眸去看 正见一道幽光 从远处斩来 幽光是锁定他的 还未凌声 便觉原神刺痛 正 赵云想都未想 拿龙渊横在身前 棒的声音随之响起 幽光不偏不倚地 打在了龙渊上 龙渊够争气 并未碎裂 但剑上的光芒 却因此丧灭殆尽 那幽光很霸道 破 赵云则喷血 被震得五脏六腑锯碎 不等站稳 便见远方 一道鬼魅般的黑影 那是一个黑衣老者 眸光深邃 大袍裂裂 准心亡急的可怕威压 一路横扑了空间通道 太强也太霸道 撵得通道都嗡嗡直颤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6章 再读一次 作者 六界三道 真是 阴魂不散 赵云一步站稳 又大口咳血 来者是落日神教的人 且是一尊准先王 他先前在外面见过 这般追杀过来 定看出了什么 他以为的周密计划 还是出了披露 好一个光明之法 好一个太出天雷诀 黑袍老者人还未到 先闻哭记的话语 没错 他是带着脑子出来的 悬仙级的小把戏 他早已看得通透 之所以未戳穿 自是想独吞战果 因为这个小后辈 很是不凡 当然 这期间也有好奇的意味 正因好奇 他方才一击 才卫下狠手 说白了 他想活捉 如这等人才 得好好研究研究 赵云忠实站稳了 鲜血顺着剑体躺流 为何不顿入永恒剑 云仓子的残魂颤了一下 满脑子都是疑惑 先前若造一个被杀死的假象 完全可糊弄过去 赵云没有解释 入永恒界容易 但未必骗得过对方 骗得过还好 若骗不过 这尊准先王定在此守着 那其后的是会异常麻烦 如此 他决定再来个大冒险 这大冒险若成功 会是造化一箭 这般的偷偷摸摸 你莫不是大罗圣主 黑袍老者优孝 至此都未看清 这小玄仙的尊容 但他何等的机制 即便看不穿 猜也能猜得到了 是我又如何 赵云未有隐瞒 很好 黑袍老者的顿的 眸闪金光 他是压不住狂喜 今日注定要撞得大造化 狂喜之余 他还有些奇怪 不念天的心事有多大 竟让自家圣主 独自一人在外溜达 连一个护卫都没 大罗先宗是没人了吗 还是说 这祸与长辈走散了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对方落单了 大罗圣主啊 身份何等尊贵 且浑身上下都是宝 不说其他 就说太初天雷绝 那可是雷神一脉的不传之秘 是一种逆天的神通 这般想着 他隔空叹了大手 赵公子见之 想都没想 转身变顿 他腿脚够麻溜 显之又显地避过了捉拿 小小寻仙 你走得了 黑袍老者悠笑 大手多了稀释力 除此 还有一种极可怕的风镜之力 赵云一步没站稳 当场被大手吸了回去 还不等他喘口气儿 便见一道道诡诀的密文 一道接一道地 刻入他体魄 那是封禁之法 曾经不跑了 黑袍老者笑看赵 云 我师尊不会放过你的 赵云冷冷抱 吓唬老夫不好使 黑袍老者懒得废话 拂袖将赵云收入子府 然后直奔了对面镜头 他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造化一番 子府中 赵云坐得安安稳稳 被捉入子府 他就成功一半了 他不是没有护卫 他有两尊仙王傀儡 若在子府出绝杀一击 有可能灭了这尊准仙王 主要是对方没防备 偷袭会百分之百成功 这便是他筹谋的大冒险 他的优势 便是对方不知他底牌 云沧子好似看出了些什么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要灭这尊准仙王 晚辈有杀灭他的底蕴 你可有想过 万一他没把你收入子府呢 大冒险吗 死结与造化参半 赵云笑道 我 云沧子残魂又唱歌不停 是被这小子的胆量吓到了 是他被尘封太久了 如今的后辈 都这般尿性 出生牛 毒不怕虎 事实证明 晚辈赌赢了 赵公子笑了笑 这的确是一场好赌 以他底蕴 欲杀准仙王 只能在对方子府动手 他赌的就是这个 如今看来 他的赌运还不错 这黑袍老者 真给他收入子府了 说到子府 他下意识还看了一眼四方 要不咋说是准仙王的体内小世界 的确悬傲非常 飘满了阴阴气 且有道音响彻 有古老的异象演化 如此空间已堪比仙王级 你可的计划好了 云沧子残魂颤了颤 他也是从准仙王过来的 这类的修士 可没那般好杀 所以 这还是在鬼门关前溜达 一不留神 就回不来了 富贵 险中求 赵云 心境空明 绝杀 这等技术活 要的是出其不意 如今的他 已很好的具备了这个条件 只要速度足够快 只要两仙王傀儡足够给力 三秒便可结束战斗 对方想夺他的秘宝 他又何尝不想夺对方珍藏 能发家致富 可知你家圣女在何处 黑袍老者悠悠一笑 赵云瞥了一眼 没看出来啊 这货 还是个上进的准仙王 咋个意思 捉一个大罗圣主还不够 还要把圣女也一块捎走 老师回答问题 无会让你死得痛快些 嘿 袍老者嘴角微翘 的确想把大罗圣女一块捉了 前提是 这小子乖乖配合 不配合也无妨的 带他找个没人之地 给其来一场搜魂比啥都直接 实在不行 老虎蹬辣椒水呗 赵公子没说话 干脆毙了谋 自敢没去 黑袍老者也懒得言语 他的速度加快不少 主要压不住激动的心绪 想尽快出空间通道 找一个鸟不拉屎的山嘎拉 好好享用这场专属他的饕餐盛宴 他走得急 俨然不觉 赵公子又开了谋 他眸光深邃 已将一切都计划得妥当了 云仓子也凭了呼吸 时刻准备给赵云打配合 杀 某一瞬间赵公子心中一刺 话落便见浩天浩宇 其出永恒剑 嗯 还在畅想美式的黑袍老者 下意识望看自个的子府 入目便见子府中多了两个人 一个拎着刀 一个拎着剑 正 不等他惊愣 浩天便已出剑 这一剑足够霸道 生生劈开了子府 若自外去看 那就是黑袍老者的肉身 被人从里到外拦腰斩断了 啊 黑袍老者一声惨叫凄厉 便过来得措手不及 还未完 浩宇的功法不分先后 砍的是他元神 破 元神血光乍现 异常刺目 悲催的黑袍老者 肉身被拦腰斩断 元神也被当场劈成了两半截 若非本命弃护着他 浩天浩宇这一波偷袭 就足够将他杀灭 砸死你 云苍子一声扎唬 残魂又窜入了浩天塔 他魂力汹涌 操控先王法器 撞向了对方元神 这一撞足够酸爽 差点把黑袍老者的元神撞灭 没死好说 梁魁先王磊 第一时间补刀 这一刀补得足够彻底 到了都未反应过来的黑袍老者 当场葬灭 死的那叫一个惆怅和郁闷 都不知哪根啊 这就入鬼门关了 呼 见黑袍老者葬身 云苍子狠狠松了一口气 为了给这货沉重一击 他不知耗损了多少魂力 不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们联手灭了准先王 破 赵云一声轻斥 号令两傀儡破了他封印 局面与他料想的一点不差 不超三秒便结束战斗了 这场大冒险 干得还是很值得 杀灭了 落日神教一尊准先王 还得了他的宝物和珍藏 真就富贵险中求 没有好赌 乃来的发家 刺激不 赵云一边笑道 一边收敛财物 刺激 云仓子残魂虽虚弱 却格外的亢奋 抽空再干一票 赵云收战利品 顿向了远方 但他说的再干一票 却让云仓子一阵尿急 还是别了 这就够了 他这粘不拉紧的残魂 再也受不了惊吓了 安全回家最要紧 so 赵云如一道惊鸿 横穿空间通道 许事距离太远 他足足奔行了三五日 就这 依旧未瞧见尽头 毕竟这座星空阵 是横跨整个涅槃星域 空间通道字不是一般的长 不过按他估计 距尽头也不远了 咔嚓 咔嚓 永恒界的咔嚓声 三五日不曾断绝 是荣约纳斯 正谋足镜吞噬着先兵法器 鬼小的他吞了多少 剑体那个金光璀璨 品阶也因之一路的攀升 颇有超越主人的架势 第六日 赵云望见了一道发光的门 那是通道尽头 穿越光门便是出通道 正 他拎出了先王剑 极尽复苏剑威 完了 空间通道便被斩出一道祸口 他是无比生性 想都未想便钻了进去 且第一时间开了永恒天狱 以抵挡空间的割裂 空间割裂也的确强 连天狱都残破不堪 他是走了 空间通道却不稳定 因他一道祸口 通道崩裂了一片 守在外面的强者 哗啦啦地跳进来十几尊 见着画面 脸色都难看 很显然 有闲得蛋疼的人 在通道中搞事情 破了一道裂痕 哄 伴着一声轰鸣 赵云落入了一颗小星辰 小星辰是死寂的 一眼望去 净显苍凉枯寂 赵云状态不佳 不知挨了多少空间之力的披斩 浑身上下都是血 儼然已没了人的形态 还好他抵蕴雄厚 一般人可不敢这么整 借呗 赵云化了分身放哨 他则盘膝疗伤 同样在疗伤的 还有云仓子 是恢复魂力 先前干的一票 得了不少灵药 且品质不低 都被他用来养魂破 日子也足够久了 他的魂力精脆不少 根基正一点点的复苏 自然 这也有绝尘天命的功劳 如今的赵子龙 也是身负天命之力 回家的一路 这小子没少帮他锻炼残魂 宗上 这是他的贵人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7章 第二梦 作者 六界三道 赵云藏于山林间 一座便是三两日 分身很敬业 兢兢业业地给主人放哨 星空先有人到此 时而有那么一两个修饰 也是如仙光一般划过 没人觉察此古心藏着人 即便觉察 也没人有闲心进来溜达 呼 不知何时 才闻云仓子醒来 映着暗淡星光 他残魂熠熠生辉 因绝尘天命的缘故 让他残魂 笼罩了一层奇异的光运 是护佑也是滋养 状态时刻在变好 赵云还未醒 但通体伤鹤已复原 云仓子飘出手腕 绕着他看了又看 这小子是一个大才 虽然修为配不上圣主之威 但其胆识和天赋 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 他若成长起来 他年必超越长生线 莫得 有一缕清风 吹拂而来 云仓子残魂摇曳 赵云也跟着摇晃 晃了那么几下 他竟缓缓倒在了地上 许事太累 竟堕入了沉睡 看得云仓子飘来飘去 你别在这睡啊 起来继续赶路啊 赵云未回应 睡得很是天津安详 龙渊出了永恒剑 还有仙雷和浑天火 他们守在了赵云身侧 防某人跟防贼似的 我等也算经历过生死 而等这般 让老夫很惆怅 云仓子道 没错 他就是那个某人了 这一兵一火一雷电 防的就是他 老实点 少叽叽歪歪 龙渊剑体 嗡嗡直颤 关键时刻 油盐不尽 仙雷也不安分 把云仓子的残魂 盯得死死的 并非他们不信这老头 是他主人真的沉眠了 万一这货要夺赦 岂不是很尴尬 如此这般 他们把这道残魂看好 很有必要 这若在八百年前 你仨早上天了 云仓子一阵骂骂咧咧 但还是回了手腕 先王做到这份上 他也只剩骂娘的心思 了 破 正说时 赵公子放哨的一道 分身消散了 而后便是第二道 第三道 都一一划灭 并非他们主动的消散 问题出自本尊的身上 他貌似真的沉眠了 没有清醒意识 也难怪龙渊 仙雷和魂天火 跑出守护主人 由此兵器 无心甚畏 云仓子语重心长 真就老实了 看沉睡中的赵公子 则眉宇微皱 他只觉意识飘忽 整个人都好似悬在半空 他在开眸 是一个熟悉的地方 天宗紫竹风 梦 赵云一声嘀咕 下意识还看四方 梦中的紫竹风 他曾来过一次 没有其他人 也只他和云烟 那个梦做得无比的真实 也是无比的惬意 云烟给他捏尖锤背来着 如今又来 感觉好奇怪 没多想 他顺着时间走了上去 远远 便见一道倩影 已在老树下沉睡 那是云烟 赵云看得眼神奇怪 分不清真实与虚幻 这会是一个梦 云烟为何还在 同样的梦境 也轻轻来到了老树下 就蹲在云烟身前 搁那上下左右的看 这个梦很真实 因为面前的云烟 就像活的一样 有血有肉有温度 扫黄 也不知是逗乐 还是闲得蛋疼 某人扎唬了一嗓子 沉睡得云烟被惊醒 入目 便见赵云那张笑眯眯的大脸 他为发飙 也为力声苛责 就那般正正地看着面前的赵公子 看着看着还伸了手 拨开了赵云散落的长发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 这个举动 让赵公子有点猛 这与他记忆里的云烟 不怎么一样 若在现实中 这娘们怕是早令家伙了 怎地又来了 云烟轻语一笑 鬼晓得 赵云不明所以的耸奸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你莫不是想我了 云烟笑道 想啊 做梦都想给你挂树上 赵公子张口 既是大实话 就没想点别的 嗯 打一顿再挂树上 当年 我咋就没把你掐死呢 师徒俩说话很逗乐 但画面还算和谐 云烟又一次走上了灶台 再给徒儿做饭 一如上一回 赵云则揣着手 在紫竹风转来转去 看哪都很新奇 这个梦很是奇怪 梦中只有紫竹风 想出去溜达一番都不行 赵云 直至云烟呼唤 他才转身回了老树下 师尊的晚餐作用心 满桌都是美味佳肴 你可恨我 云烟提了筷子 不断给赵云加菜 当年 就是他以死逼徒儿放过云凤 悠悠岁月 他徒儿该是恨了他一百年 死在我剑下 你可有恨过我 赵云也提了筷子 也在给师尊加菜 他要杀的人是云凤 可没想着伤害云烟 从未恨过 云烟轻轻摇了摇头 从未恨过 赵云忠实端起了饭碗 晚餐是温馨的 没有尘世喧嚣 没有尔虞我诈 只一师一图 像多年未见的知己 在平静中 说着前程往事 那是一段宝贵的记忆 不知何时 山峰响起了情音 是赵云抚情 是云烟翩然起舞 画面不止温馨了 整得还有点浪漫 赵云怕是真的疲倦了 情曲还未谈完 就已在老树下睡着了 云烟轻拂袖 将一件披风 盖在了她的身上 她则静静坐在那里守着 清风不解忆 一次次撩动着她的袖法 她只觉心神一晃 紫竹风竟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白衣女子 如梦似幻 染着古老沧桑之气 周身 还有月亮半生 还有琴音响彻 更易朵朵花瓣 目着月光飘飞长阳 你 云烟下意识起了身 满目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地方 赵云或许不知 但她却清楚明了 正因清楚 她才格外惊异 这里怎会出现第三个人 好个梦仙 着实让无意外 白衣女子轻语一笑 声音美妙如仙曲 她并未看云烟 如欣赏画卷似的 望看紫竹风 你是谁 云烟翘眉微平 我俩是同祥 白衣女子笑道 同行 她也是我徒儿 白衣女子如风来到树下 也如先前云烟那般 轻轻抚摸赵云脸庞 悠悠百载 她已百年未见 没想到会以这等姿态 再见小徒儿 也是你徒儿 云烟有些猛 不过 她未太过惊异 毕竟一百年了 百年时光太长 赵云有第二世尊不奇怪 你是如何进来的 云烟目不斜视地 看着白衣女子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白衣女子 一语轻笑 终是起了身 她一指点了在云烟眉心 有那么一道古老密文 映入了云烟体内 那是一道神明的印记 是留给云烟的 也是留给徒儿的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8章 有人送礼 作者 六届三道 你要睡到地老天荒吗 如这话 云沧子已说了很多遍 自如这颗小行程 自赵子龙沉睡 已过三五日 至今都无醒来的征兆 她曾呼唤多次 这或半点回应都没 倒是那一箭一火一雷电 把她看得死死的 胆敢得不轨的举动 她会第一时间被群殴 老大 龙渊也在呼唤 可惜 她这本命器 也换不醒主人 或者说 主人的意识 不在体魄之内 鬼小得跑哪神 又太虚了 小雷子 我这箭体黄眼波 一堆沸铜烂铁 老子一击给你劈碎 哎呀 皮又痒痒了 别跟我整事 小心我发飙 夜深人静 龙渊和仙雷又不安分 一个上蹿下跳 一个嗡嗡直颤 颇有一言不合 就当场约一架的冲动 还是浑天火老实 悬在那一栋不敢动 这俩都大佬 他这连话都不会说的小虾米 还是乖乖的微妙 这俩逗逼 云苍子这一话 说得语重心长 真是啥样的主人 就有啥样的小跟班 如这把剑和这道雷电 就是两个这儿八斤的火宝 都有超高的灵智灵性 也都颇具人性化 来啊 怕你不成 俩货还在骂架 一言不合 真就干上了 且说龙渊 不知吞了多少法器精粹 更兼顿甲天字 他整个剑体 都是金闪闪的 且自带剑威和剑意 端得霸道 再说那道雷霆 也不是盖的 主人是一路遭雷劈过来的 逢有天节 他比谁都活跃 他的雷电 也是潜藏天威的 都有依仗 俩货一时间 竟难分高下 有人 俩货干得正起劲 突闻云苍子一语 这话好使 无论龙渊还是仙雷 都瞬间霸占 斗乐归斗乐 可不能荒废正事 云苍子感知的一点不假 的确有人 那是一个血发青年 如一道赤色惊鸿 于星空划过 路过小星辰时 觉察了异样 这才从天而降 循着一抹隐晦之气 来到了山林上空 太虚静 云苍子一声沉吟 不断用传音呼唤赵云 太虚急地修饰 这一间一火一雷电 是拦不住的 同样在呼唤的 还有龙渊他们 这血发青年不怎么好惹 别看是青年形态 实则 是一个老家伙 只不过 吃了永保青春的丹药 说话间 血发青年 已从天而降 入目所见 便是一个倒头 大睡的小悬仙 其身侧 还悬着一把剑 一道雷电 和一团火焰 看得他谋光异议 这可都是好物件 造化呀 血发青年不由笑了 谁想到这鸟不拉屎的 小星辰 竟还藏着宝贝 他迫不及待地探手 抓向的是龙渊 那把剑很不凡 太虚静了不起 龙渊不耸 一剑划出了一道星河 血发青年剑枝 眉毛挑的那个老高 悬仙极的一把剑 竟会说话 竟有如此之高的灵智 着实超乎他预料 正因为料到 才错过了对方的实力 乃至方才的一掌 他只用了半分力 劈死你 仙雷一声扎唬 一道雷霆劈了过来 然 他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战力就有点二百五了 霸道的雷威 在血发青年面前 连脑痒痒的都不算 连钉点火光都未擦出 有意思 血发青年眉毛又挑 这道雷电竟也会说话 还有那道火焰 看着好生面熟啊 混天魔炎 不 不是混天魔炎 该是混天魔炎残留的一脉分支 相比那把剑 相比那道雷 这火焰还算正常 蹦打得虽欢时 却不会说话 此不亮丽 血发青年一声冷斥 一掌横扫了龙渊 仙雷和混天火 还太虚一掌 这撒谎可不好说 龙渊引以为傲的金色剑体光 瞬间湮灭 仙雷自认不俗的霸道雷威 也是一瞬当劲 粘不拉几的 最惨的是混天火 险些被一掌打灭 血发青年 也不舍得将他们打灭 若非这撒不老实 他也不会下狠手 事实证明 下狠手是很有必要的 瞧着一掌呼过来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进 血发青年淡淡一声 封了龙渊 敬了雷雨火 做完这些 他才看向赵云 有这么多不俗之物 这位该是不简单 瞧那精纯的气血 便知是一脉特殊血统 且是叫逆天的那种 老大 速速醒来 龙渊虽被封 也扎乎得响亮 还有仙雷 好得比他还更来劲 血发青年听得想笑 仅一个小悬仙 即便他醒来 能翻起多大的大浪 他可是太虚静 说句不好听的 他一个屁都能崩死悬仙 他又探手 将赵云隔空吸来 沉睡的赵公子 就那般被抓着衣领 被举在了半空 俨然如一个 没有灵魂的活死人 双眸紧闭 双手和双脚 也都无力地搭拉着 瞧赵公子手腕上的云仓子 颤得那个厉害 先前说的果然不假 与这小子一路全是惊吓 如此刻局面 貌似就不咋和谐 时刻都可能葬身 无疑是 血发青年一眼洞悉 这小子 怕是在神游太虚 不过无所谓了 即便有意识在 也逃不过他镇压 他看时 赵公子睡醒了 缓缓开了眸 三两瞬间恢复了清明 却是一脸猛逼 这是啥个局面 他这是被人攥着衣领 举在半空了吗 老大 干他 仙雷泽扎呼呼道 龙渊他们 也颇来精神 主人醒了 便万事大吉 尿急的云仓子 也是稳得一逼 这祸能撑住场子 前辈 你干啥呢 赵云未挣扎 只笑看血发青年 他这一笑不打紧 血发青年有点诧异 这个小玄仙咋丝毫不怕 还是说 是他尝得太帅 太和善 乃至给人一种 很心安的感觉 虽是这般想 可这祸笑得着实有点圣人 赵公子是越笑越灿烂 面前这可是一座宝藏 正 剑鸣声突起 是浩天拎着仙王剑杀了出来 血发青年自反应不及 脑袋瓜子当场被砍了 还未完 与浩天不分先后的浩宇 锁定的则是他的元神 破 元神之光刺目 成一道血色糊涂 只闻血发青年惨叫 元神当场毁灭 残破的肉身残躯 从天而降 落地血泼一片 滚落的头颅 则写满了郁闷 整个稀里糊涂 哄 赵云也落地了 心情不错 这做了一个美梦 醒来便有好事 补一刀 他还活着 云仓子乍然一声 可惜 他提醒还是慢了半拍 不等花落 便见血发青年的残躯内 竟有一团血肉冲出来 像一个人形的胚胎 如血光冲天而去 血胎 赵云眉头一皱 提剑追了过去 如血胎这诡诀之法 他在凡间见过不少 是在体内酝养第二生命 关键时刻还能用来挡刀 不承想 仙界竟也有这一类的人才 是他大意了 没料到这么一出 也是云仓子大意了 潜一 顺才察觉 嗖 血胎迅如闪电 仿佛一道光冲出小星辰 他在顿走时 血肉不断蠕动 彻底诉出了人形 只不过气息为米 修为境界也大跌 倒是不怕玄仙 而是怕那小子的两大护法 至此 他才知被谁偷袭了 是仙王级傀儡 且还是两尊 他很意外 小玄仙哪来的仙王傀儡 正因不知对方底牌 他才被干得措手不及 堂堂一尊太虚敬 竟被一个小玄仙算计的这般惨烈 得亏有血胎保命 不然必死无疑 前辈 跑那么快作善 赵云呼唤一声 小孽畜 老夫他日必斩你 血发青年 咬牙切齿道 嗡 回应他的 则是赵云风雷一剑 血发青年看都未看 抬脚横跨虚空 浩天的浩宇素如惊鸿 一个拎着刀 一个拎着剑 在其后紧追不放 一路追一路打 奈何他们 是傀儡 指物理功法 基本很难命中 劈死你压的 赵云运转了太初天雷诀 引雷覆盖了星空 这下 血发青年又一次惊异 这雷电好生诡异 为何潜藏天威呢 虽对他造不成伤害 但那一抹天节之威 却是让他倍感心静 咔嚓 但见他单手划开一道空间裂缝 想都未想 便顿了进去 待赵云杀到时 空间裂缝一愈合 也在不见血发青年的踪影 唉 赵云一声叹 太须及血胎弱 卯足劲开逃 他追上的几率 近乎为零 他倒是用天眼做了标记 奈何对方用的是空间遁法 隔绝了追踪 追不上便莫追了 速速离开 云仓子说道 赵云未答话 随手记了阵台 通道中 他一个劲地揉眉心 又做了一个梦 且还是很真实的梦 也是因为太过真实 他才觉脑瓜很晕乎 前后两次梦见云烟 让他不觉以为 云烟就活在他的梦中 乃至他每次梦回天宗紫竹风 都能遇见那个师尊 他是那般血有肉 且活得很有情感 你最近 很不正常 云仓子话语悠悠 有吗 赵云还在揉眉心 总觉忘了点啥 怕不是道出了问题 云仓子一话 意味深长 或许吧 赵云喃喃一声 他这一路都在奔波 是该找个时间 好好沉淀一下了 至于那个梦境 待他年见了秀儿 再解疑惑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59章 大半夜的福利 作者 六界三道 漫漫星空 赵云一路封尘 去往洪荒的路 依旧无比遥远 他不止一次看星空图 其上的一抹 现实却是数以千万里的路途 他奔行数月 都为真正走出涅槃星域 这片星空太大太浩瀚 不知何时 他才微微定身 并非是累了 是永恒界有异状 所谓异状 便是大罗圣女身上的封印 正逐渐变得松动 或者说 大罗圣女又来一变 藏于体内的神秘力量 又在撞击封禁符 是他修为在复苏 云仓子悠悠道 可为何这般的狂暴 赵云一生疑惑 是落日静咒 在暗中篡改 云仓子解释道 此静咒若是不破 他会失心暴走 会被落日神教 操控成一尊冷血的杀人武器 在前辈看来 他巅峰时 是何种境界 八百年前便是圣女 应该是一尊太虚静 太虚静 我可疯不住 赵公子一声干咳 嗡 两人正说时 突文前方星空轰得一颤 完了 又是一座晴天的巨门 凭空撑开 门上 有古老的密文刻画 更有空间之力徜徉 是一座传颂的御门 远非星空大阵能比 嗖 赵公子颇机智 麻溜躲在了陨石之后 待御门稳定 才见其内有两道人影走出来 并非落日神教的强者 是一男一女 男的白衣黑发 女的则是恰巧相反 白发黑衣 好般配啊 赵云看了 心中默的 跳出这么一句话 用郎才女帽形容那两人 一点毛病没有 能用御门转送 那俩该是来历不浅 修为也不俗 皆半步太虚境 且非一般的半步太虚 因为两人的道运异象 竟然是相连的 藏好了 那是黑白 双煞 云沧子小声提醒道 你认识的人不少啊 赵公子一边看一边回了一句 那俩 与不念天是同一代人 不能吧 他俩才只半步太虚境啊 自封自封懂不懂 云沧子悠悠道 他们功法奇异 所传承的 是一脉不俗而诡异的血统 每隔上一段岁月 便需要自封 或十年或百年 有记得他们 进阶洞虚境时 我还只是一个仙人 别看他们只半步太虚境 但准仙王见了他二人 也是绕着走的 这么强 与你师尊同时的 你以为是摆着看的 长见识了 赵公子一声嘀咕 藏得密不透风 他看时 黑白霜煞已踏入星空 如似游山玩水的 一路连昧而行 无论从哪看 都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般配 绝对是神仙眷侣 走着走着 画风便就变得 很香艳了 两人寻了一座陨石 摆上了一座冰玉大床 完事 便是颠鸾倒风的巨木 男子喘促气声 以及女子的骄银声 都清晰可闻 看得赵公子俩眼发直 大半夜竟还有福利 这也是一种修行 云苍子语重心长道 他说的是实话 双煞的修炼之法 整个洪荒皆知 实话不假 但赵公子压根就没听 因为那个画面太精彩了 可比年货养眼多了 这俩人也是有情调 跑鸟不拉屎的星空打野战 好巧不巧 被他撞了正正 这不看几眼吧 是不是对不起老祖先 你个小兔崽子 苗两眼得了 云苍子骂道 我好奇他们的修炼之法 赵公子说的一本正经 他有个奇怪的想法 此刻若来一嗓子扫黄 会不会特别硬实趁紧 扫黄没有 变故倒是有一个 看得正起劲时 永恒界又一颤 而后 便见大罗圣女被扔了出来 这一扔不打紧 还在颠缆捣缝的两位 都在同一时间测了谋 也是同一时间 黑白煞气顿线 这片冰冷枯寂的星空 竟然还藏着人 搜 搜 两人脱衣服很快 穿衣服更快 而最快的还是赵公子 拉起大罗圣女就跑 一边跑还 一边在暗骂 你个败家娘骂 啥是出来不好 偏偏选在这个结果眼上 留下 黑煞一语冰冷 五指大手覆盖星空 白煞则玉手浮动 勾勒出了一道仙盒 我钝 赵云仙眼璀璨生辉 竟带着圣女一块顺身 画面很血腥 不止圣女深染鲜血 连她的体魄 也多出了几道沟壳 因这一次顺身 她仙眼同力耗了得干净 才强行避过了抓捕 小小悬仙 哪跑 黑煞脸色漆黑 颈椎不放 相比她 白煞的火气貌似更大 席卷滔天煞气 淹没了星空 她脸颊飞红 美眸火苗绽放 颇有一副不弄死那俩 就不算完的架势 误会 赵云抹了一把鼻血 逃得头也不回 这事儿是她理亏 真就多看了那么几眼 她是一门心思的逃 但她身侧这位吗 就稀里糊涂地搅局了 许事又来一遍 也许是落日静咒 又在暗中作祟 她体内神秘的力量 变得异常狂暴 乃至赵云加持在她身上的符咒 都被震得爆灭 破 赵公子猝不及防 也挨了力量的冲撞 不等站稳 便见黑白双煞 追至这片星空 黑煞火气冲天 又是一道遮天庞大的五指印 掌指间有撰文刻画 从天而下 宛若泰山压顶 赵公子这个小身板 瞬间霹里啪啦 相比她 大罗圣女 却是丝毫不受压制 见她玉手青苔 翻手一掌 打崩了五指印 这一幕 看得云苍子惊骇不已 大罗圣女还未完全恢复修为 如今也还在浑恶状态 竟是将黑煞打翻了 要知道 两人插着境界呢 哄 黑山落地砰的一声响 踩踏了一片星空 烧漫半分的白煞 连部落下 又是一片星空 至此 两人才缓缓停了 无视赵云 只看大罗圣女 两人双目微眯 也是神色奇怪 这姑娘看着有点面熟 是不是长生仙的图 使她无疑 白煞一声轻语 怎会流落在此 黑煞眉宇微皱 说吧 两人又齐齐策谋 盯住了赵公子 这般一看 两人又集体挑了眉 老实说 这小子瞅着也面熟 许是不怎么确定 黑煞还拿了一幅画卷 画卷上描绘的正是赵公子 也是传说中的大罗圣主 如这样的画像 在多日前便已传开了 这般一比对 哎呀 一模一样 也便是说 这矛头小子 就是大罗圣主 真特么的有意思 圣主圣女扎端偷窥 误会 这是个误会 赵云摇晃一下 才勉强站稳 该是被震得太狠 脑瓜还晕呼了 黑白霜煞不听他瞎烈烈 一左一右杀了过来 白煞直奔大罗圣女 黑煞 则拎着刀直奔赵公子 你压个小瘪犊子 看我不捶死你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260章 幻人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白煞与大罗圣女 率先开战 别看是仙子 可两人干仗毫不含蓄 白煞力气汹涌 诡谎先利 与道则共舞 无清醒神志的大罗圣女 则是六亲不认 她异常狂暴的力量 演绎的是毁灭的异象 虽是与白煞差了境界 但她气场却强过白煞 开战十回合 更显狼狈的是白煞 相比这方 另一方就有点血腥了 这个血腥是指赵公子 玄仙级的修为 哪干得过半步太虚境 而且 对方还不是普通的半步太虚 按云仙子所言 准仙王见了他们 都是绕道走 前辈 真是误会 赵云且战且退 抽空 还抹一把鼻血 也就是她这个抹鼻血的动作 让黑煞格外的上火 莫说在场没有大罗先宗的长辈 即便是长生仙和不念天在此 她一样照打不悟 赵公子李亏 更多时候是逃顿 黑煞则拎着刀死追不放 一路追一路打 哄 碰 宁静的星空 因两方大战 变得混乱不堪 自远处看 那就是一片寂灭之地 因为滚滚的煞气 已形成海洋 四四缕缕 皆沉重如山 修为不计者跺身其中 必被碾成飞灰 早说 让你少看几眼看 挨揍了吧 云仙子骂道 急进脸去了魂力 丝毫不敢冒头 赵公子可没空搭理她 满星空的乱窜 开顿之余 还不忘看另一方 要不咋说是大罗先宗圣女 果然有雄厚的底蕴 纵在魂恶状态 依旧恐怖可怕 白煞非但拿不下她 反而还频频跌血 谁在她体内封印的力量 白煞美眸微眯 身为当事人 她看得最为真切 如今的大罗圣女 状态异常诡异 修为虽不在巅峰 但其体内的神秘力量 却补了境界的空缺 最让她不解的是 大罗圣女 为何无清醒神志 对方不认的她 就是最好的证明 开战便是六亲不认 说话间 大罗圣女又杀到了 一步踩碎了星空 席卷的狂暴仙力 成一片紫色仙海 仙海中有一项演绎 还是那般枯寂和毁灭 白煞一声冷翅 以煞气海洋 顶住了紫色仙海 也是这一瞬 大罗圣女的眸变了颜色 蒙了一层紫色的光韵 那是先天便有的神眼 也在魂恶之中开启 眸中四前藏浩瀚大世界 简直 白煞翘眉微平 一步登天而走 她这刚走 便见她先前所在的那片星空 被一股毁灭力量撕裂了 那是大罗圣女的神眼之法 乃一种空间类密法 目所能及 之地 可极尽毁灭空间 而身在空间中的人 也一样会被撕灭 这也只是神眼的基础秘法 真正的神眼禁术 比这可怕多了 好 牛逼啊 赵公子看得暗自吐口水 只觉浑身上下都凉嗖嗖的 是她低估了大罗圣女 也低估了那先天神眼 这若大罗圣女 在浑恶状态 给她来一记神眼秘法 她会被空间之力 瞬间撕的粉碎 那是虚空绝灭 先天神眼的基础秘法 云苍子说道 前半句 赵公子没咋听 就听见基础二字了 这般变态的空间毁灭 还只是神眼的基础秘法 这若来一道禁术 岂不是毁天灭地 两两相比 她这先眼天眼 貌似是闹着玩的 也对 挂一个神字 那自然是逼格满满 这也变相证明 没几把刷子 做不了大罗仙宗的圣女 霸道之法 自也有霸道的消耗 云苍子又补了一句 好似很了解先天神眼 这道理 赵云自是懂 如她先眼用一次顺身 便耗损大半的同力 她这还算好的 有些个特殊眼瞳 所施展的秘法禁术 是与寿命挂钩的 是以消耗寿源为代价 说白了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拿跑 黑煞又追到 煞气成一片黑幕 掩了这片星空 赵云一步没站稳 被撵得一阵裂浅 体内骨骼炸裂 身在煞气黑幕下 她的肩头 如扛了一座八千丈的巨月 除此 便是可怕的化灭之力 她的鲜力和血脉之力 竟都被划于无形了 准确说 是被吸入了那片黑幕中 成了煞气的养料 跑 怎么就不跑了 黑煞的脸 黑得如焦炭一般 她从未想过 捉一个悬仙镜 这般费劲 前辈 有话好好说 赵云呵呵一笑 偏偏 她说话时又流鼻血 而且 还是一个鼻孔流 越是如此 黑煞越压不住火气 看现场直播 是要付出代价的 哄 正在此时 远方传来轰鸣 还有一道血光乍现 这一次 蝶血的是大罗圣女 谁让她状态不佳呢 空有狂暴力量 却无清醒神智 根本无法完美运用 与高手对战士 破绽百出 白煞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险些一剑 批了大罗圣女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罗圣女的神眼 也不咋正常了 但闻她一声痛苦的低营 埋头捂住的双眼 指缝间还有鲜血躺溢 也不知遭了反噬 还是神眼同力匮乏 反正就是状态很糟糕 赵云深吸一口气 不能再藏着掖着了 再不动底牌 她与圣女 今日都要交代在这 下辈子 莫看不该看的 黑煞一声冷哼 扬起了黑色的刀 赵云则心中一语 呼唤了浩天傀儡 你 黑煞猝不及防 被浩天一巴掌 抡翻了出去 不等她定身 浩宇便如鬼魅般杀志 一巴掌打得她体魄 噼里啪啦 赵公子没有下狠手 不然 黑煞必死无疑 谁让他们理亏呢 先王傀儡 黑煞反应足够快 强行定下了身形 恰逢两傀儡杀志身前 被她一掌一刀全部逼退 她虽有诧异 但并无震惊 这是个悬仙不假 可她的身份特殊啊 大罗先宗的圣主 跑出来瞎逛哟 乃能没点保命的手段呢 而这两尊先王及傀儡 就是她的两大护法 不愧大罗先宗 给圣主的保镖 都是先王傀儡 俺们不是故意的 赵云一本正经道 还敢说 黑煞气不打一处来 又席卷滔天魔煞 随之而来的 还有漫天 如利剑般的道则 剑银生刺耳 赵公子本还想聊聊 但往远处瞅了一眼后 他暂时打消了这念头 因为大罗圣女已经败了 不止败了 还被白煞给当场活捉了 如此 他也得捉一个 把黑煞捉了 去换圣女 疯 黑煞已杀道 煞气与道则共舞 成五指大手 赵云自不会站着被封 浩天傀儡瞬间归回 逆天一剑劈碎了大手 浩宇则在后 守着拎着一个铁棒锤 给黑煞敲了一剂大闷棍 这回换黑煞没站稳了 一声闷恨昏沉 鉴于这货是个抗奏的主 浩宇又补了一棍 此一棍的力道 颇够分量 打得黑煞是蹊跷流血 一步摇摇晃晃 险些一头灾纳 自他修仙法 脑袋瓜子 还是投回这般的酸爽 还是赵公子善解人意 麻溜上前给人掺住了 浩天和浩宇则一左一右 死死 架住了他的胳膊 待白煞带着大罗圣女过来时 黑煞已被他镇压了 见此一幕 白煞神色顿得冰冷 大罗的圣主果然不一般 竟连黑煞都被算计了 放了我相狗 白煞冷冷一声 放了我媳妇阿佩 放了我家圣女 赵公子拎出了龙渊 横在了黑煞肩头 并非真的要杀人 只想把大罗圣女换回来 他说着话时 整得颇没有底气 主要是脸红了 先前看了不该看的 偏偏鼻子不争气 又是一股暖流躺意 这一幕看得白煞差点炸了 大罗仙宗历代圣主 就属这个不要脸 年纪轻轻地不思修道 竟整这些没用的 没有媳妇去找啊 放人 你先放 这般想让他死 信不信我淹了他 两人一东一西 隔空喊话 这一幕贼有意思 两人手中都有人质 还都不怂 一个没脸没皮 一个则谋占火苗 若是眼神能杀人 某或已接过孟婆的晚了 嗡 两人对峙之际 突闻星空一声轰鸣 完事 便见一口虚幻而庞大的铜炉 将这片星空都包裹了进来 不止赵云和黑煞 连白煞和大罗圣女 也都被困在了铜炉中 两人皆皱眉 齐齐看向了一方 入目 便见一道白影 自星空而来 那是个白衣老人 身法极其的诡诀 该是颇通空间之法 乃至于 他走出的每一步 都是逆乱乾坤的大挪移 难以捕捉其真行 白衣老人身后 还跟着一人 赵云见了 眉毛瞬间挑的老高 那人他认得 正是先前在小星辰 偷袭他的血发青年 因他太大意 未看出端倪 才让那货的血胎顿走 不成想这么快又见面了 如今这个光景 他已不难猜测 血发青年搬了旧兵 且还是一尊仙王 是他们与黑白双煞打得太热火 乃至忽略了感知 未曾料到 这片星空还藏着人 在他与白煞对峙的紧要关头 跑出来捡献城的 来了个不好惹的 云仓子残魂一颤 怎么 你认得他 赵云传音问了一句 那是是先老巫 云仓子缓缓道 别看他生的先锋道骨 骨子里却不是好鸟 是个阴森狠辣之辈 算起来 他与你家的宗门 也有些过节 当年八大圣地联合围攻 大罗先宗也有他的份 本章完